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颜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怎么了 坐在这儿啊 我钱被偷了 检票了啊 各位旅客请拿出您的车票 咱们开始检票了啊 那边排好队也别插队啊 一个一个的啊 不好意思 怎么了 小姑娘 我钱包被偷了 我现金都没了 我卡也没了 丢了多少钱啊 丢了四百多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你看看这人这么多 小偷小摸的肯定多 你现在报警 一下子也解决不了 赶紧去银行 把银行卡挂施一下 怎么了 我车票也被偷了 怎么办 一会儿再补票吧 需要我打电话给你家人吗 我手机到 手机 手机还在 那就好 以后小心点啊 天哪 票也没了啊 车票也被偷了 没事 破财消财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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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给你的 是借你的 我自己能想办法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你该不会 又要想着去发船单 专购买票的现在回去吧 来 那我就先跟你借四百 我进去看看还有没有票 我回头还你 你帮我可以看一下我的包 谢谢啊 妈 我有话跟你说 你看着我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私自帮我申请了国外大学 你不是唠嗓就答应我去考托付吗 是 我是答应你报考托付 但是我没有答应你去国外读研呢 这是两码事 再说了 你儿子我是年轻人 想法多 总之 你就是不能替我私自决定 好 真好 坐这儿 干嘛 坐 看着妈的眼睛 干嘛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啊 说实话 什么情况 妈 妈 你好烦哪 妈 那个 跟你说个事 票已经全卖没了 现在有什么打算 就算你现在打车回去 我估计也没有车愿意拉你走 这样吧 我明天正好打算回老家一趟 我可以顺路送你 反正老李横竖都是要送我回去的 咱们又是一个市的老乡 路程一样 带上你一个也不会多花油钱 这个忙帮得合心合力吧 我得问问我男朋友啊 好 你问吧 确认完发消息给我 好 谢谢 我先走了 老刘啊 老刘啊 这鱼多少钱啊 一百五 这么贵啊 快点嘛 少年나 老刘 老刘 了 怎么结束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我一切平安 本来打算今天回家 但回去的车票没买到 今天就赶不回去了 我明天会想办法回去的 明天麻烦你了 谢谢 喂 乔宇 明天我就不陪你去巴塞罗那了 我要回老家过年 我相信你一个人应该搞得定 我没听错吧 准确无误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 没让你这个工作坑改变的计划吗 保密 先挂了 陈总 定位不是这条路啊 这导航出错了 我平时都是坐公交车回来的 这开车怎么走我还真不知道 老李啊 继续执行 前面那个路口右转 应该有个桥 桥下在右转 继续执行 好 去你家的路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现在 你应该认路了吧 好 麻烦您就在前面靠边停就可以了 好的 颜小姐 前面的路不太好走 需要我送你进去吗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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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再联系 拜拜 程总 我们走吧 他们家这边看得挺快的 先等一会儿 好 回来啦 回来啦 妈妈 爸 我回来啦 妈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的家 我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 上海人有点多 回来又有点乱 所以我就回来晚了 谁让你飞去上海的 昨天 打牌赢了点钱 买了点枣膏放在冰箱里呢 那要吃我给你拿啊 行行行行 不拿 再说吧 我开门去 来 来 你来干什么 是这样姑娘 这不是过年了吗 我给你们家送点东西过来 来 收拾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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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虽然不是你撞死的 但是我跟我妈都不想见着 我们赶紧走吧 不是 你看看到底能不能用 我们都不需要 我跟我妈都不想见着你 不是 不了 你这样能用呢 你留下不能用 你送给邻居了 你用您的 谁呀 妈 妈 妈没事没事 大嫂 是我 你 妈 你这个帮凶 你没事啊 你这个帮凶 我是来看您的 大嫂 快 快 快 妈 妈 你等着 你给我等着 不是 快走 快走 你给我站住 走吧 妈 妈 你去追她去啊 你追她去啊 追她去啊 你快去追她呀 你也是个帮凶啊你 怎么对得起你呢 作孽呀 大人呢你呀 走 让奶奶回家 大年初一的 作孽呀 小斌 快走走走 快回家 作孽呀 作孽呀 你一直跟着我啊 你的手受伤了 需要赶紧处理 先跟我去打证券 你回答我问题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 就跟着我回家 亏探别人隐私 很好玩是吗 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 你就可以随便进入我的生活 这可不是之前的 所谓的朋友 还是老乡能解释得清楚的吧 让你觉得不舒服我很抱歉 但我有我自己的原因 但你现在 先跟我去打针 我才能告诉你 我不去啊 妈 真是真是本人 妈 走 思念快去 走 走 我吃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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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给锁好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我起初对你帮助 真的只是因为对你的伤势 但有一天 我在咖啡厅外 无意当中看见你在帮助一对 正在乞讨的乞丐 饿了吧 吃饱饱啊 爷爷 给孩子买点热乎的 谢谢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不谢不谢 那个瞬间让我想起了我的妹妹 她小的时候跟你一样 心地善良 就算兜里没有多少零用钱 也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还有妹妹啊 她是不是跟你爸妈一起住在国外 她在五十三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谁也不知道 她那么小的年纪 就会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没关系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看到你 我就会想到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你们两个人 身上有一个点都很像 而且你们两个人 难一点 都很聚 那么小的孩子 你怎么看出他聚啊 他为了要去自己想去的小学 好几天不吃饭 跟父母扛着 这一点是挺像的 伤口处理完了 真就不打了吧 我手机没拿着 我怕我妈一会儿再找不着 我着急了 我得先回去 不行 这个真必须要的 老板你看着他 我会缴费 那你穿你衣服 好 颜小姐 既然程总吩咐了 那就坐这儿休一会儿吧 我跟程总也快三年了 还从来没见他 对一个人这么伤心过 看来 在他心里 是把你当成他的亲妹妹看待了 你别看程总 平时在公司 很强悍的样子 其实说实话 他很多时候 晚上都睡不好觉 应该是想他的妹妹了 刚才程总是有些激动 你别放在心里啊 血管那里 只能他们在嗯里面 你也不知 你别怪我 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再待一会儿 我就自己回去了 我父母啊 本来说要回国陪我过年的 但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他们今天可能回不来了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程总 附近只有这一家馆子开着 我买了点饺子 给 好 辛苦了 别这么说 应该的 那我在车里等你们 好 来 来 吃点饺饭 day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晚上参加比赛的 四十代表 我的 不是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晓晓 两盘饺子 几乎都让你一个人吃了 你肚子能受得了 你晚上睡觉你不舒服 你别吃了 不受得了 我还能吃 你 好 你讲 我就看看这个到底 你慢点 你吃点盒子不入脑都好 你给割着牙 你看 真吃了 有吗 加油 盘子哪有 两盘子了 就要吃那个那个兴隶硬币 来 这还有一盘子 接着 这给你吃吧 这盘子都是你的 我们不吃 那肯定是把硬币尝一下 你俩穿穿好 没有 没有 你不用 你随便 你看你随便就夹着一个 就往前面 揉 眼呢 还眼呢 吃着了 你吃着了 你吃着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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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不是 不是 妈妈妈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看我说随便夹一个就 没想到 你看这盈币就让我吃肉了 你看 别生气啊 你看女儿 别生气啊 不是故意的 爸爸允计好你 你看 你看 来来来 那个什么 来来来 端起来 端起来 来 晓晓 这个 爸爸跟妈妈决定 把这个幸运硬币啊 送给你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 你就要高考了 希望这枚幸运硬币 它能给你带来好运 拿着它考出好成绩 怎么样 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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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来吧 你爸爸的运气 来吧 来吧 就是过年啊 然后咱女儿有了这个幸运硬币 这个今年的高考 一定成功 必须的 过年好 过年好 好 加油 好 加油 来 飞碗 飞碗 来 飞碗 我需要看吗 甚至于不得呢 我像 你不想做 不管你跟你妈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 好好说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吗 我能再跟你借点钱吗 因为我回去也需要买票 我也不想跟我妈那儿去买 我也不想让我男朋友担心 你需要多少 还好 上次的四百 我这次给你借六百吧 凑个诊数 下次一起还给你 老李 回头还你 上海见 上海见 我说 老李 程总 我们还要不要再等一下 不用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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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 程总 我们还要不要再等一下 不用了 走吧 好 吃饭了吗 吃了一点 吃饭了 吃饭了 我自己来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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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妈 我知道 这些年你一直对我有意见 我哪敢对你有意见呀 你一个光荣的大学生 每个月按时给我寄钱 我哪有意见吗 你最近那药吃了吗 没病吃什么药啊 那都是些调节情绪的药 医生也说你这是躁愈症 爸爸走了之后 你这情绪反复无常的 心病也是病 你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总是跟我提你爸 提你爸 我告诉你 能治好我心病最好的药 就是把撞死你爸那个人 给我找着 刚才证件我来了 你不说让他一起去抓人 你都把他放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凭着良心问问 你问问你这些年 都做了些什么 要不是你 你爸能死吗 你够了没 没够 一年回不了一回 你回来就冲我发火 你别回来呀 你以为我不想回家呀 那你为什么不回 那我不该打工啊 我不打工谁赚钱摇你 我不羡慕那些 天天能回家的同学 你回家就是吵 你回家就是吵 还有别的可以干的吗 那你就走 走得远远的 别回来 永远都不要回来 你不回来我省心了 我不用那么操心 不用那么着急 我有牌打就行 我也不用你养 你打牌 天天就知道打牌 打牌能减轻 你内心的痛苦吗 哪儿 好 好 你怪我 但是我请你不要再继续逃避现实 你不要再继续伤害你自己 行不行 上次你欠的钱我替你还清了 你以后你要打牌 你再输钱我就不管你了 我真不要管 天天 好 我收到做到 你在哪儿呢 手机怎么关机 晓晓 你没事吧 看到消息回复我一下 我很担心你 我已经安全到家了 小陈 观点好 小陈 观点好 新年快乐 宗姐今天菜有点咸啊 是吗 咸啊 这儿 我 爸 爸 我们接个电话 爸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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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点啊 爸 妈 来 来 来 喂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啊 我手机没电了 刚冲上 你知不知道 我联系不上你 多担心啊 对不起啊 下次不会啦 还有下次啊 你下次 就帮我等你吧 你没接我电话 你说这 惩罚你自己还在惩罚我 你吃过了吗 吃了 你呢 我也吃过了 他们还在吃呢 你猜猜我今天吃了什么 吃什么辣 烤鱼 还有茅台 十五年的花雕 我的天哪 美滋滋啊 你们家怎么天天吃鱼啊 那可能我们家人都属猫吧 我的天哪 我弟刚学的小低情 我妹在那儿表演节目 我疯了 真好 好 你自己听听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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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的妈呀 你今天都干吗了 怎么不说话了 我看书呢 看书 大过年的 你看那一天书啊 嗯 看什么书 看的金融中的分析与标度 严肖辰同学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沈侯同学 我现在可以跟你聊聊 金融分析的心得问题会 那在聊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想跟严肖辰同学聊一下 你有没有想我这个问题 想了 这么巧啊 我也想了 那什么声音啊 鱼花呀 我想看 那我给你拍一张啊 不得了 好看 真好看 对了 我现在跟我妈去美国 我们只能 开学校了 你去吧 我等你回来 谁在这儿呢 你以外外打电话呢 长辈们都等着你吃饭呢 滴滴妹妹也等着你发红包 快来了 来来来来 马上来 还吃饭 我不跟你说了 我妈叫我 吃饭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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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拜拜 拜拜 小猴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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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回来这么早啊 现在既没有招聘会 离开却还有一个星期呢 你是不知道 我现在就业压力有多大 我是宁可早点回来呀 也不想在家 面对我爸我妈的压力 和那些七大姑 八大姨的追问 烦都烦死 有人关心 总比没人关心好啊 什么 没事 考研接我出来了 你怎么样 考过了 考过了 恭喜你啊 谢谢 你们就好了 一个拿到提供 一个考上研究生 人家欠的是百分美 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我前途渺茫 什么都没有 我不管 你们得安慰我受伤的心灵 那 那我请你们吃饭吧 吃东西庆祝有什么意思呀 咱们去酒吧 酒吧 那去蓝月 别搂蓝月了 咱换个地儿 顺便把倩倩也叫上 那我给她打电话吧 别 倩倩 我负责通知到 我给你吵起来 吵起来 倩倩 倩倩 快来 我们一起跳 我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先回事 带我们这儿去世面 别瞎说 你也想跳啊 屁股来吧 鞋鞋放我去来啊 第一次来吧 别碰我 鞋鞋 别碰我 干吗呀你这是 干吗 走开 推谁呢你 推谁呢你 别碰我 什么意思啊 别碰我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 走走走走走 行的行的 给我追 快 我这边我这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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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吧你 站住 给我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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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东西好使啊 你怎么舍不得早点拿出来啊 那你们叫个事吧 你们还没给钱呢 哦 哦 不好意思啊 说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说吧 哎 哎 哎 今天没带钱吧 没关系 呦 我这刚才一下 把屁股摔了 腰好疼啊 没事吧 没事吧 都够惨 哎你手 手也滑了 哎 你还笑我啊 你看你 你被谁给打了一下吧 嘴不疼是吧 疼 你笑了 再笑嘴脸会了 谁啊 谁啊这么晚给你 MG的邮件 我也收到了 你也收到MG的邮件了 首先祝贺你通过MG的资料审核 很荣幸的通知你于本周一 在MG上海分部面试 小晨 我这回对你心服口服了啊 小晨 嗯 你知道我为了MG努力的很久 那 我们各凭本事 一起加油 必须的 一起加油 来 来 耶 来 嗨 你也在的时候啊 我 我等你呢 你 你也喜欢吃糖啊 不是沈猴喜欢吃吗 谁说呢 猴子从小就不爱吃糖 那他为什么老给我送糖 他可能觉得你过得太苦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他可能觉得女孩都喜欢吃甜食 你要论起追姑娘 沈猴不如我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时候技巧吧 没有情意重要 他为了你 连纽约都不去了 这点他比我像个轻生 他不是刚从美国回来吗 你不知道啊 他之所以这次 能跟他妈去美国旅游 就是为了说服他妈 不让他去美国留学 他想留下来陪你 是不是特感到 之前我还没看出来 我们这沈大少爷 还是个情主 不过前段时间他因为你的事 闹得心神不宁呢 宏观经济学没考过 老师说的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毕业前不考 要是再考不过 就真的拿不到毕业证 这为了你 国也不出了 毕业证也拿不到了 这事就责到他 我 我没别的意思啊 你成绩不是好 你没事帮他复习复习 还有 之前石桃那个事 跟你道个歉 都过去了 反正我也拿可乐坡你扯平了 我 你还有事啊 你们宿舍是不是有个叫卫童的呀 小桥 想不想我 过来抱一个 快点 小桥 小桥 我说你俩欺负我没有女朋友是吧 赶紧走 别在这儿狗喂 喂我狗粮 快走走走走走 对了 帮我把行李拿回去啊 你俩不走是吧 行 我走 真讨厌 看不像我 行 好 走 送你的 送我的 嗯 大家看看 走 走 看 从哪儿买的 做工这么粗糙 我自己雕的 你 你自己雕的 你怎么雕个这个 好可爱 我爸爸是个木匠 经常给我做玩具 这个是他手把手叫我雕的 你属猴 所以你爸叫你雕了个这个 小的时候还有好多呢 但是都不知道珍惜 现在找不到了 小的时候 总是丢三落四的 没事 等以后空了 让你爸再教你雕几个 我爸 我爸已经不在了 对不起 我 我不是 不 没事 已经过去四年了 所以 把他送给你 你就收下吧 可是晓晓 这是 你爸留给你的纪念 这对于我来说 太贵重了 贵重的东西 难道不是应该送给心中 最珍贵 最重要的人吗 而且你是猴子呀 他送给你正合适 我以后叫你小猴子吧 晓晓 这个是我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谢谢你 你宏观经济学要补考 你复习了吗 我 赵云跟你说的吧 我 我肯定复习了 你别担心了 你要是这次再补考不过 你知不知道 你又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书 我保证考过 不让你丢人 好吧 好 晓晓 我想你了 我肯定的会认词 我看你了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想起来 我肯定的会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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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这些问题 好的 好好表现 谢谢师哥 别的容 放心吧 师哥 我一定努力 加油 一号艾依凡 二号朱坤勇 三号陈聪 四号林河宇 五号吴倩倩 六号严小辰 倩倩 你怎么样啊 还行吧 你呢 我刚刚都紧张死了 在那儿等的 我也是 而且里面那么多人 看到我 特别都不敢动了 等结果吧 咱 回学校吗 我先不回去 我得去找个朋友 那我先回去了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慢点 好 喂 首豪 感觉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 就听天由命吧 我就知道 在我心里啊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 就肯定不会失败 我就接你啊 别别别 我要去找一家程志远 怎么又是他呀 我上次跟他借的钱 还没还人家呢 那你怎么不问我借啊 我那会儿不是 给你打了电话吗 你没借啊 那是去的时候 那回来的呢 我不是想着 回来也得还他 我就都一起借了 你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我进无言以对了 要不我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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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心复习吧 我都复习完了 要不这样 你一会儿给我发个订阅 我骑车去接你 这样总行了吧 那也行 挂了 好 拜拜 喂 陈先生 你好 你现在在公司吗 我不在 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怎么了 我要把上次给你借的钱 还给你 你直接转给我不就好了吗 这点钱 还要麻烦你跑一趟 当面还 因为你帮了我很大的一个忙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所以 我觉得还是当面还给你 比较郑重一些 好吧 那我就把我家地址发给你 好 那我一会儿就过去 再见 你说 这种课程对于我来说 学了有什么用啊 你那书都是崭新的 你现在看你来不及了 你要是没什么好点子的话 你就闭嘴吧 点子吧 也不是没影响吧 你倒是说呀 你跟我还卖什么关子 我这不叫卖关子 就是我这个点子吧 顶多算个下下策 我说你什么时候想过上上子 说法没事 反正我答应过晓晓 我跟他一块儿比 那你先叫声歌 不叫是吧 等一下 大点事 大点事 哥 好嘞 帮我身上了 小姐 业主没在家 您没提前约时间吗 我刚给他打了电话 但是 他可能还在回来路上吧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喂 你好 请问是颜小辰吗 对 我是 我是MG中华区上海分公司 人事部的刘梅 你好 你好 很高兴通知你 通过了我们公司的实习面试 请你下周一早上九点 到公司的人事部进行报道 欢迎你加入MG大家庭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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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你 跟谁打电话呢 那么开心 我通过面试了 真的 太好了 行行行行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走 上车 等等 我钱和水果还没给程支援呢 那你直接放门位不就完了 不行 我刚那会儿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在回来路上了 我再问问他到哪儿了吧 好吧 行 喂 你 你到哪儿了呀 我现在在你家小区门口 我现在这边有点赌 也不知道赌到什么时候 你的好意我先领了 要不这样吧 你就把钱放在门位那儿就可以了 我会去拿的 你就不用在外面等我了 那也行 那 谢谢你了 好 再见 怎么说 把东西给门位 你等我一下啊 好 您好 我刚才给程先生打的电话 他马上就会回来 就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红包 还有水果转交给他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您了 快快快快 上车 我和你们说啊 我师哥在人事部打听到的独家消息 说和咱们一起实习那个小陈 好像有点背景 不能吧 他不挺有实力的 怎么不能啊 你想啊 就算他再有能力 也不至于钢琴公司 就让杰森对他另眼相看吧 再说了 明明倩倩 才是咱们这组面试的第一人 我是第一 嘘 我师哥说禁止外传的 大家一定要保密啊 对了 倩倩 你和那个小春是同学吧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 或者知不知道什么内幕 说来听听没 没有啊 他没说什么内幕 就是说 MG可是大公司哪来这么多内幕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人的地方他就有后边 他就有内幕 比如麦迪和杰森 对了 倩倩 能不能是小陈没和你说实话呀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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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上去啊 他们在说什么 小 小陈 我有个 罩子 你们家的发案我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下周我就让法务过合同 陆总做事就是干净利索啊 谢谢陈总把讲啊 公事聊完了 方不方便聊两句私事吧 私事 志愿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你可是第一次在公事场合 跟我聊私事 行 我细耳恭听 你们公司去美国那个实习生的名额 什么时候停啊 那要等方案定下来才知道 怎么 你是想帮你那个小老乡拍个后门 当然不是的 我不知道你陆阳是什么人啊 公事公办的人 就不是的 对人品 对能力都是需要考核的 他要能去说明合格 他要是不能去 说明还得努力 我二要这么帮她走后门的话 那不是帮她 那是害她 不过话说回来了 她的方案我非常有信心 可是那个叫吴倩倩的 表现得也很棒 我估计啊 是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那更好啊 有竞争才能有进步啊 不过我希望啊 最后在公布人选的时候 不管是谁 公事公办 后名化处理 你知道的 有的时候谣言会毁掉一个人的 所以这就是你当初为什么 不让我过分关注他的原因 谢谢你的咖啡啊 别忘了合同 走吧 知道了 他人的咖啡 也是 我好 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好 你不得了 我好 你不得了 我好 我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们说个事 快跟你说个事 我告诉你啊 还是不告诉你吧 我跟你说我今天不跟你生气 来 给大家说个消息啊 我刚刚得到了总部最新的通知 今年最终 选出来的实习生 将直接获得留在美国总部工作的机会 真太棒了 到底岂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担心被提出去了 这到了美国总部 起薪可是不低于十万美金啊 能在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工作 那简直就是走向人生巅峰了 是啊 部长我们怎么没有啊 我们也想去 为什么我们没有机会 行了 行了 都好好工作 以后都有机会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一次算是顶了你们的老婆 所以最终落在谁的头上 就等着考核成绩公布吧 祝你们好运 谢谢部长 好 加油啊 谢谢你的帮忙 我拿了很好的成绩 改天请你吃饭 妈 这个月的生活费 已经给你打过去了 你省着点花 看什么呢 我 你你还我手机 还我手机 还我手机 一本是你还想 你 我刚擦的鞋 你是要用第一个月的工资 吃顿大餐吗 小残米可不是你这个作风啊 我邀请陈志远吃炖饭 你 你干吗 怎么又是这个人啊 我听这个人名字 听了好几次了 我脑袋都快炸了 我是因为这次考核成绩过了 而且是他给了我指点 所以我要答应他 好好谢谢人家 我第一个月工资没有多少 所以就先委屈一下自己人呗 我下个月再请你吃大餐好不好 我跟你说 凭你的能力 就算不需要他的帮助 也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放心吧 他对我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算了 我沈喉呢 是个大部的人 过来 我 你放开我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你没有吃到 是我早到了 你好 这是菜单 谢谢 我对西餐不太了解 要不你点吧 好 你有什么忌口啊 忌贵 你好 来一份三文鱼 再来一个沙拉 两份西冷牛排 七份手 就这些 谢谢 好的 需要酒水吗 就不用了 好的 谢谢 看你最近状态挺不错的 笑容也多了 终于像这个年纪的女孩了 要保持 我以前什么呀 好像被什么事情 一直压着 很累的样子 现在轻松多了 我也觉得我最近 有点变得不太像我自己了 看来你这个男朋友 做得不错了 我爸 我是个挺自私的人 但沈侯他不是 他懂得跟你交流 而且特别爱分享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变得 会玩了 我也会吃了 我也会逛 就是 在一起很放松很开心 怎么 开心不好吗 不是啊 是这一切都 太不真实了 这一切啊 都是真的 而且你值得这些 你好 哪一位先 就不用分了 好 我们一起 好的 请慢用 谢谢 祝贺你 拿到了好成绩 按照MG的惯例 你应该会去美国 十七三个月吧 总部有了新的决定 可以直接留在美国 去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三五年 也有可能会更久 按照职业发展的话 你应该去 因为这等于 完成一个制的飞跃 可我没打算去 因为水好啊 不完全是 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我不可能去美国待那么久 我还不如把这个机会 让给适合的人 你赞同吗 只要你的选择 能让你自己开心 我完全赞同 我觉得不管是工作 还是爱情 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快乐 如果为了一份工作 而失去了本该有的快乐 那也是得不偿失 努力获得当然不错 但舍得放手 才更让人佩服 林小辰 你错了 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谢谢啊 吃吧 聊了这么多 吃好了吧 还要再加点什么吗 行 那我买单了啊 你好 买单 好的 先生 您好 一共是四百六十八元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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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不需要我送你啊 不用了 先生 有人来接你 那我就不用送你了 我想以后也不用了吧 毕竟接送女朋友 这种事情呢 应该是我这个男朋友做 我们先走了 拜拜 头发 我看看 快 来吧 我能够 我出来 只要是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